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广西爱情故事里面的另一位主角女主角小凤 小凤大家也知道今天被他姐姐爱批了 为什么要爱批呢 这个还得从小凤偷偷摸摸瞒着他姐姐 本来是去冬冠小凤老爸他们场里面打螺丝 结果才在冬冠两天后又从冬冠回到了广西桂林 所以她姐姐也在小凤的视频里面发现了端倪 所以今天她姐姐一大早就打电话来骂小凤 说小凤不知道好歹自己家的鸭 自己家的猪放着不胃养 却去帮小用这个外人去卖侍者 她姐姐的话说的很难听很直白 这个小凤也是听了头大 因为她姐姐来骂她了 她也不好意思回骂 所以今天小凤就只能成为凤姐的出气童 小凤接完电话之后 今天心情一下子从阳光灿烂变成了雾云密布 小勇看在眼里也是急在心里 她就怕小凤意志不坚定 明天就打包回青州农村去 所以小勇今天在小凤的姐姐给她打完电话之后 立马就来和小凤做思想工作 小勇说你就安心的待着 等我们这边这个柿子忙好了摘好了卖掉了 这个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这个小勇又开始开空头大支票了 大家也知道小勇这个人总是爱吹牛 吹牛能把牛吹到月球上去 这个吹牛的水平还是一流的 然后但是大家也知道小勇说的话 十句里面有八句是谎话 还有两句是真话 可见他这个吹牛的水平是有多么的牛 这个小勇大家也知道 他最近也确实很忙 他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小凤的心情 唯一能做的小勇就是天天杀鸡宰压 热情的招待小凤 其他的小勇自己说 我自己真的是忙得很 电脑上面要给人家编程拿工资 这个山上面这个柿子还要一起去摘 摘完之后还要把柿子从山上运到家里来 还要削柿子皮 削完柿子皮还要进行晾晒 晾晒这个小凤这个晾晒主要是负责晒 这个大家也知道上午晒正面 下午晒反面 这样阳光就可以把柿饼晒得更快更扁 更甜 柿子这种水果 其实牛哥还想想也感觉不可思议 因为柿子大家也知道晒成柿饼之后有多甜 大家吃过柿饼没有 但是柿子没有成为柿饼之前 其实是非常苦涩的 只有红了成熟之后才是非常甜的 其他的时候都是非常涩的 但是想不到能变成那么甜的饰饼 大自然的造化能力真的是让人叹为官子 除此之外 今天小凤在小勇的安慰之下 今天终于又打起了精神 后来下午小凤就跟着勇妈还有小勇 我估计小勇是负责设向的 小凤和勇妈就是来到了小勇家的一块菜地里面 应该是山上 不是菜地里面 这个山上面 勇妈让小凤就是帮忙除一下草 然后把一些毛竹竿 细的毛竹竿给它拔起来 今天小勇小凤还有勇妈 他们来到的是小勇家的一块 这个是种橘子的这么一块山地上面 山上面的杂草也挺多的 而且虫也特别的多 有一只好像应该是这个臭虫吧 我们这个农村里叫臭屁虫 今天这个小凤挂材了 有一只臭屁虫突然就停到了他的衣服上 吓得小凤就是顿时发狂了 直接就把衣服给脱下来了 幸亏也是外套上面 要是爬进内衣里面 我估计那就惨了 这个虫子其实是挺多的 农村里面呢 这个山上面虫子是很多的 其实呢除了虫子还有蛇 这个现在呢是秋天 蛇呢已经要冬眠去了 所以呢没有蛇了 要是夏天的话肯定是有蛇的 这个总体来说呢 这个小凤啊在这个小勇家里面 虽然呢是这个免费吃喝住行 就是全部的都是免费 都是小勇呢就是主动提供给他的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 小凤啊他呢也是一个就是 不爱占别人便宜的女孩子啊 所以呢这个既然呢是吃了人家的饭啊 吃了人家的鸡吃了人家的鸭 所以呢小凤呢也是心甘情愿啊 主动呢上山的帮助 这个小勇的爸妈呢 就是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啊 这个小凤说呢 其实呢农村呢也有农村的好处啊 这个青菜啊这种啊 还有一些瓜谷啊都是自己家的啊 环保又健康 而且农村呢空气呢也很好啊 但是呢小小凤说了这么多 其实呢他还是很向往城里面的生活啊 小凤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呢能够靠啊 创业啊能够赚钱然后赚到很多很多的钱啊 靠赚大的钱 然后买一套城里面的房子啊 过一过城里人的生活 因为小凤呢他觉得自己呢已经过了半辈子的农村生活 下半辈子呢想过城里面的生活 但是奈何呢大家也知道 小凤呢却是一个非常这个有农村情节的啊 农村大龄青年啊 小凤说呢这个不管上半辈子还下半辈子啊 这辈子呢都要扎根在农村了 都要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生活在一起啊 我觉得这也是小凤和小凤不一样的这个啊 思想的这种风气吧啊 小凤呢觉得呢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啊 他们呢有他们的生活啊 年轻人呢有年轻人的生活 年轻人的生活呢就应该城里面啊买房子啊 然后呢这个让自己的孩子呢过上城里面的生活 这样呢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啊 以及这种未来的这种就是啊 工作发展啊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总体来说呢这个小凤说的话呢 也这个没有错啊啊 小勇说的话呢也没有错 小勇呢他也说了啊 自己呢已经有农村的这个农村 大别墅啊这个已经呢装修好了 才装修了啊装修完毕啊 才两年的时间房子呢还是非常新的啊 小勇说呢住在农村环境好 这个又有这个父母相伴 而且呢这个水果啊啊 这种就是蔬菜啊啊 那是想吃多少吃多少啊 总体来说呢 小勇小凤两个人呢 这个应该来说呢啊 公说公有礼婆说婆有礼啊 啊到最后两个人随会这个向啊对方这个就是妥协啊 我觉得只有一方妥协了啊两个人啊这个结婚生子才有可能 要是两个人多个子己见啊多想在这个桂林或者这个青州买房子 两个人呢可是肯定走不到一块的啊啊 啊这个小凤呢就是这个大家也知道在小勇家里面呢已经是呆满呆了快一个星期了啊 还有一点呢我感觉呢就是啊如果呢等这个小勇家的狮子卖完之后啊 小凤呢还是呢会回到这个青州去的 因为呢这个大家也知道小凤的姐姐呢非常的忙白天呢要干活啊中午呢这个喂鸭子和喂猪呢已经是让他的老公周总啊去负责了 但是呢周总呢这个也是冤身载道本来呢他是可以在家呢轻轻松松的啊打游戏赚钱的啊 现在呢这个就是小凤不在 然后呢这个凤姐呢就把这个自己的老公呢当做这个小凤来这个就是啊啊怎么付分配任务吧啊啊 又是让他呢去喂鸭又是让他呢去这个喂猪有时候呢还会呢让他呢这个清理鸭舍清理猪舍 啊这个甚至呢会让这个周总啊把鸭粪啊猪粪啊这个就是清理干净啊然后呢挑出来 所以呢这个周总呢对于这些活呢也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的讨厌啊 因为他平时呢已经轻松惯了平时呢就在家啊这个翘个二郎腿 然后在电脑面前待一天一天就过去了 现在呢没有了小凤啊周总呢也是从早忙到晚 所以呢他呢对于小凤的离开呢也是非常的生气的啊啊 周总还有这个凤姐他们两夫妻呢多希望小凤啊 最好呢明天就能够回青州农村啊这个两公婆呢认为呢小勇小凤 他们呢就是啊没有结婚登记啊 小凤呢没有那么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去帮小勇呢去卖柿子啊啊 但是呢我觉得呢小凤呢这个卖完卖出的柿子啊小勇呢 应该是会给他钱的啊很有可能呢是一人一半 或者呢按照六四开这种方法啊总体来说呢小凤呢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啊 他呢也是想通过这个直播卖货啊卖柿子卖这个柿饼啊啊 从而呢让自己的直播事业更上一层楼啊 大家也知道这个直播卖货啊你如果是这个就是有经验有技术啊 这个人员好的这种主播啊他们呢一年呢可以赚这个几百万上千万啊 所以说呢小勇小凤呢也开始卖出了他们的第一步啊 开始呢就是啊搞直播卖货啊 在最后呢也祝愿这个小勇小凤啊能够把家里面的这些柿子和柿饼啊 早日的在网上卖完好了今天视频那就拍到这了啊 大家对于这个小凤啊会不会长期的待在小勇家里面 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麻烦大家长按订阅五秒钟给我来个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